好的我们开始第十一局 这个地方确实真的不影响 但是这个 这个在张角的任何 行为在所有的 比赛里面都是最严重的 犯规行为 而且最容易出现犯规行为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大家希望大家能自己注意 曾经有 网站比赛里面因为张角一张暴露张 直接判复的 然后打个 十多个队直接退赛 这是大概2010年的时候 发生在上海战的事情 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去 斗鱼问刘宏甲 对我觉得会计就是为止嘛 你不影响 这不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吧 嗯 这这么只亮了一个人吗 就最后几局大家都 有点不舍是吗 想打得轴一点 最后几句大喊 没有那么激进了 是舍不得我吗 不要这样啊 哪那么久远的事情我当然知道啊 这副将真机主战还不是个邓岸 还是个啥呢 那就是等待 50都没了 就24嘛 能是50啊 没有50啊 突然发现还有 还有一位朋友没有回本 是吗 现在竟然还有一位朋友没有回本 这问题有点严重啊 还真说不到 没事没事 来日方长 国家挺有意思的呀 我觉得 有看大家勾心弄脚吗 这方长好可怜 不是我这问一下你笑的原因 这个确实 我们只怕 我们基本就 这个比赛都没有别的犯规行为了 这就是这个比赛 可能仅有的一个犯规行为 能够会会会让你在个在比赛里面 除了输赢以外会影响你的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之前之前也没有 没有朋友因为这个事情有什么事情的 我关于那个什么私下交流 私下交流的话是任何人举报他人交流和自己交流 可以获得对方所有的奖金 现在国战已经不是仇位的时代了呀 大家都开始仇无了 现在无国好像真的不怎么能赢啊 这怎么办 陆迅这个账我真的是很少选的 配上香我都有时候觉得很难受 诶 这个真机司马 你说好的真机对爱呢 哎呀感觉是刚才那句的 出刚才那句影响 受刚才那句影响心太慌了呀 放了一个真机副将 还行吧反正没有交缠你影响不太大吧 这个地方落神起来 但是这个地方落神起来 你打谁呢 对吧 你也不肯打小桥啊 拆包小桥台下你死了 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别搞事情了 自己找点牌吧 回一下状态 大家说还是火树交得好呀 天天说什么周遇第一 于是周遇天天爱的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他长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么的强 嗯 都不出来了吗 已经就出来呀 哎呦我要睡着了 哎呀妈呀我要开车了 玩计车小货车 有个朋友问两人互通最后举报 然后四下分钱怎么办 都说了谁举报了 可以获得另外一个人的奖金 你信得过对面的话 那你可以这么做呀 疲劳驾驶 我们这么做的好处 就是为了构造一个囚徒困境 心态有点炸 哎呀没关系 现在四胜还是很有机会晋级的呀 对不对 对呀 还有三局 现在赢两局随便晋级 晋级了 这些都是小钱 对吧 今晚几点播 我不是在直播吗 我再直播呀 如果我现在几点播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今晚一直播 直播就要一直播 你这个广告警告啊 啊我在说什么 警告一次啊 我警告啥 我说啥了 司马真 你看能不能回血啊 哎有白银狮子了 感觉很有机会回血 白银狮子 还有个散电 什么敌台 我不知道啊 我一直以为只有虎牙一个直播平台呢 哈哈哈哈 还有别的直播平台我都没听说过 哎 哎 我就知道还有个平台叫他叫什么吃 你听说过吗 嗯 就什么什么什么吃推吃 什么什么什么 有个有个直播平台叫推吃我就听说那个啊 推吃是什么 你没听说过吗 没有啊 很多外国人在上面直播呀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叫推车是吗 哦 不叫推吃叫推车 哎呀 我知道 今天对于是要全神结束 还有还有两把 这局 这局结束之后还有两把 现在是一共13局 现在是第11局 对 这个选手呢我这我饿了 饿了呀 我都那么瘦了 你们行行好吧 搞事情吧 行行 再到奥运会奥运会 这是 哎呦 嗯 嗯 我也不知道 我们家我脾气好 我们家防腕皮肉 还是要 哦 还是要打四马真鸡 这怎么回事呢 这 这 这个节奏不对啊 是女朋友诱惑不大吗 是大家都领了一个女朋友 这莫名其妙的都不打人了开始 不打人我们不理他了 我们开我们的车 让他们自己玩 这个 这个哇 这个怒训小乔也是特别膨胀啊 开始和四马真鸡打起来了 听说你是单挑最强 我表示不怕你啊 嗯 张家以为所想就没有吗 那他理解能有问题啊 只扣24不扣100是吧 就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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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扣那么多 但是肯定得有肯定得有惩罚对不对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行为 无所谓啊 真不打人了吗 这帮人 不打不打 反正我又不赶时间 嗯 有的朋友说白银不怕弹 白银怎么不怕弹啊 他体力流失 你是不能反馈自己的白银狮子的 就以前的司马懿如果挂白银狮子的话 是不怕想要添香的 因为他可以反馈自己的白银狮子 嗯 那句假许太后 出消息让他持命认证 然后可能拆错了 本来那句有机会赢的 哇 还有这么个故事啊 太惨了 这个实在有点悲剧啊 实命认证是有点扯 这种交流其实就无所谓对吧 我们并不禁止这样的交流 但是你们交流归交流 你们不打人的吗 怎么开始交流去赶起来呢 还在互相安慰 还聊上了呢 对 你们咋还留上了吗 就这样安慰了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我拎着猫在医院门口抱着电脑 还是用电脑打的 没有手机打的呢 还连到起感情来 怎么这样 这大家都 我一直以为说拎着猫在医院是拿着手机在打 这不是他病脑在哪啊 这也有点强啊 有点厉害啊 不是 那你要在医院待一下午啊 这个不容易 有点厉害啊 火叔老师 我是你直播间粉丝等级排最高的吗 我不知道你现在粉丝排等级多少 我10级吧 10级那不是 之前有人找出来过 我们直播间有一位13级的朋友 现在看来你不是绑一了呀 但是我们直播间现在急需一位不去骂人的绑一 不骂人的绑一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当呢 你们逐渐绑一脾气不好的吗 不知道好像就不怎么好吧 哦 我也不太了解 你有兴趣来吗 我们直播间现在急需一位脾气比较好的网一 不是老师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结束这个比赛吧 又饿 膀胱还炸裂 如果你还要在套路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良心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痛呢 我对 你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是是我失礼了 我说失礼了 说失礼了 看着我 看着我 这啥意思不是给了个黑牌 哇 这得血啊 伤害啊 这干嘛不给个黑牌呢 他可能觉得 想到我们那边被反馈一下 可能是 火树沉沉直播间粉丝牌最高 等级是23级啊 所以说你是不是应该在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呢 对你们应该反省一下你们自己啊 对啊 你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 哈哈哈哈 你不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居然还有脸说 嗯 好继续谈啊 要不要继续谈这个司马 啊这个职人就要伤害了 这个司马 有没有酒 一个酒救回来 然后再添一箱 哇这个司马 你这一波有点爆炸啊 感觉 是不是 这个司马这一波落实落起来 有点强 小桥应该不会干 小桥 反正你顺顺顺不了我 乐也乐不了我 随便你玩 你就拆我几下 嗯 感觉这一波司马应该还是有点爆发了 看一下司马这一波能干什么事情啊 落神落神 看能不能落到二十张 加油 加油落到二十张 加油落到二十张 然后能干什么 哦 可以回血了 有成甲了 我的天 哇他除了全是黑啊 哇 怎么这么多黑啊 哇 还有几多呢 这四个位 多少张 十二张 还说二十张呢 没那么多啊 这俩怎么办 看一下 这有啥好看的 这些打死不完吗 为什么要看呢 确实没什么 这什么好看的 这些打死不够 打死可以啊 还顺 打完打死了顺连路啊 对不对 顺他干嘛 哦 顺头子啊顺的 厉害哟 嗯 我还有他 我的天 哇四万神你好羡慕啊 自己落身的十多人的黑牌 没有推 没有淘 注意叫No Ranger了 朋友 现在是五胜啊 现在被打的那位四号位 是一位五胜的选手 是场上秦又一位五胜选手 剩下有四位四胜的选手 哇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场上的选手啊 真的是 咬的比分相当紧啊 有四位选手 都是四胜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三胜 一位一胜 一位两胜 四位四胜的选手 都很有机会晋级 和另外五胜的选手 现在我们看一下分别是谁呢 现在比较难晋级的朋友是谁 比较难晋级的是一号位 一号位和 五号位这两位朋友可能晋级的机会小那么一点点 其他几位朋友都很有机会晋级 悦音张伟 就这这这剩下这几位朋友是就没打算出来了是吗 其实不根本不准备管啊 让他们打呀 我要开始画圈圈了啊 哈哈 真的啊 现在是六轮了 你们已经少了六厘米了 你们已经少了六厘米了 看看自己头发长度啊 看看自己头发长度啊 别涂了 别涂了 这贴百度的舌宝剑 这放个头 这放个头 放个头线是要干嘛呀 一号位基本已经出局了差不多吧 这这个时候一胜基本上是出局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美局也是有钱的呀 对不对 这个晋级的话是 前两个胜场的胜场前两名晋级 如果胜场一样就比那个奖金 哦 确实怨言交易也是厉害 被打到一血瞬间回马 你们都吃完饭了 我还没吃呢 我没没关系 我这是交易可能会是答案你知道 这不能不能让我少打点脸 说好答案这样的 真的 挑衅一下吧 挑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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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点面子 他不决定拆一下这边陆迅 被不屑了 他这么多嘲讽是不是不那么合适 现在那边那五个人真的就不准被动了哈 就完全不准被动那边的五个人 大家都特别开心 出来了 谢谢叶董事的十个宝剑 谢谢 在旁边揣着手 看得特别开心 五人看戏 这边五个人真不打人 这边这三四号位两个人觉得自己回马呢 好像也没那么想打人 刚才残血的时候 一定找个人跟我一起死 好 这边理点又出来了 史书出来了 嗯 这边爸爸有理点啊 理点这个地方应该还是会去打那个原因交为的 对 哦 蓝蛮 但是我觉得都有啥 女朋友罚呀 说了吗 找火树报 火树报过就有女朋友了吗 嗯 火树报过有没有女朋友不知道 但是可能会拥有一个男朋友 嗯 哎 又要甜香这个死马鱼啊 好惨 烦心烦心 火树一会儿 火树一会儿比赛结束了 请晨晨吃个饭吧 可以啊 一会儿 比赛结束了 送晨晨一个火锅吧 送你一个锅 嗯 你也可以送一个箭 可以啊 可以啊 你这不这样的人都已经开始来我直播间反省了 反省啥呀 反省为什么没有二十三期的牌子 为什么不在我们直播间好好反省一下呢 为什么要跑去别的直播间反省 哎 这出来的朱可亮 其实我还是希望很希望吴国能再移一把 吴国真的很难赢啊 哈哈 你们过来就有了翻新好了 没事我们火树老师不差钱 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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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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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用哪张牌三千刀吗 我主要就缺钱 别的都不缺别的都没什么缺的 出了钱我什么都不缺 你们听过那首歌吗 对吧 强洗呀 这冰凉是啥呀 先前先强洗吧 你这冰凉又不能骗无限的 那你不该先顺吗 这冰凉冰凉的意思 我冰凉我告诉你我冰凉 你一会不要无限我顺你 这是还有叔叔吗 没叔叔强洗呀 强洗呀 开空调啊 死了 那你冰凉了个啥你说 对啊 你冰凉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显得有气势 好奇怪呀 小时小时都是小时大人 是为了骗无限 我感觉他那个冰凉说真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思路就是 我先冰凉一下你 你喊一会有冰凉在那 所以你这个时候我顺你呢 你就不要无限 对吧 我感觉是这么个思路 就强行解释一步 有的朋友不知道开空调什么梗 晨晨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那我给你讲一讲啊 好的 说前两天北京天气特别热 家里热的快炸了 那开空调啊 你没听清楚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这两天北京特别热 38度 家里热的快炸了 开空调有用吗 开空调有用吗 开电风扇啊 热的快炸了 热的快炸了 这是一个相声里面的 开空调呀 这是相声里面的是吗 对对对对 你是从哪听到的 这当时我只看小月月的 老根 哎 这铁锁链环来了 我感觉有机会铁锁链环 打一波 哇哦 哇塞 这一波多少 哇塞 有钱人说不知道热的快是啥 晨晨表示不知道热的快是啥 家里是没有空调 我们家家里 晨晨人家 从小就知道开空调 不仅知道开空调 还知道关空调 还知道用电风扇 还知道开电风扇 奢侈到用电风扇去吹电视机 晨晨你 噢还是别问了吧 你问吧 我就问你今天多大了 36D啊 是今年才这么大的是吗 这不多大吗 是今年才 我今年也36D 最近没涨 还看比赛吗 这 是不满意是吗 没什么没什么挺满意的 我又是好满意的 我就不同了 没有我听你的语气好像挺失望的 我就在你语气中听说一丝丝失望 我以为是 没事没事 反正跟你也没上关系 这有个铁锁量 这没有逼我开车 是吗 这是不是有个铁锁量缓啊 对 它有个铁锁量缓 不是我真是在好好直播 哎这就 这个啥就啊 他可能觉得如果再出来一个四血这样是胃的话就打不过了 他就很怕 还讲还有个胃 这两个胃管还是挺强的 火树我要举报看过明明没那么大 哎这是真的 我跟大家证明 少明明确实没这么大 哎呦我没有开车不要举报我 电视机是什么个人 这我真是很奇怪 天天的老问一些奇奇怪 这么隐私的问题 少明明是男的呀 怎么会这么大呢 对不对 少明明是躺这株枪啊 超级惹谁了 看上我们国战第一疯狗武将黄岳英能干出啥事 吃了逃过了 吃了逃过了 我感觉就是 哎我不知道火树老师用黄岳英是不是跟我一样啊 我不知道你啥样啊 我又没看过你的视频 我怎么会知道你什么样呢 对不对 我看过你的呀 那你是为了什么要看我视频呢 肯定是想学东西啊 我看你视频之后 我就知道了很多东西啊 知道啥了 我就是知道 不告诉你 知道热的快炸了是吗 哈哈 知道火树老师家里面有空调啊 热的快炸了都不开 哎不过说真的我就好像 哦 对我还真的看过你一期视频 就那一百期 一百期 一百期 怎么会有人这么有病啊 我想问 如果有人看过我 只看过一期视频 为什么会去看那一百 第一百期 那期视频是个PPT 为什么你心里有点数吗 为什么你心里有点数吗 啊 为什么你心里有点数吗 哦对对对 不是看一个男生跟我吃饭 一直在给我推荐他的视频 临走之前还说 记得去看一百期哦 那一般的男生都是给你推荐什么呢 嗯 啊 一般我不跟男生吃饭 我很乖的 真的疯狂给我推荐安利他的视频 你知道吗 我想着这哥们是不是来打广告来了 哎 袁绍来了 哎 袁绍来了 但是袁绍这个饭感觉放不止了谁啊 哎 小茶不能添香了吗 说明火术不是一般人啊 哇 这个袁绍嘛 哎你先放不好吗 他可能没有同色的 他可能不好放 这你真不怕放死个队友啥的 不过放死发生还挺恐怖的这 来看 有没有见证奇迹的时刻 大家请看 这是什么 没有群雄啊 并没有群雄能救我 哪这个袁绍真的要起飞了呀 但是也不一定 没有 那还有个黄中文言 之前就对人陪联團 要死一起死 那么感觉魏妍还是撑得住的 这有点厉害了 四发 感觉运营也可以不死 那就看着有没有连弩了 这副牌没有连弩了 这诸葛亮带走了 但是你脸还在一直在忘戏 刚才放了三发了吧 应该是 这个袁绍确实还是不如以前 你这个身体确实大不如以前了 哇72块到手啊 我觉得魏妍差不多的话 袁绍一个人独赢 有点可怕 魏妍这个地方肯定不可能就有原因的 看一下 张牌我觉得还是很恐怖吧 这个魏妍扛不住的 顺 真扛不住 你就下轮吸一滴血回来 然后袁绍下轮再放你几发 你还是撑不住 袁绍杀了你六张牌 对吧 袁绍一个人冲吃了 这个曾经的国战最强组合 还是厉害啊 对 袁绍这个地方留两顿嘛 反正 留两队杀 留四张杀 留两顿 然后下回合 让他吸 吸完了你再杀他放 对吧 除非你说你有九杀 来个勒布斯鼠吗 袁绍 看一下魏妍这个地方 魏妍黄中到底谁是熬战之王 哎呦这个 哦 哎呀没出来 但人王盾没有用 这个时候最有用的 只有藤甲 只有藤甲有用 就再摸一个藤甲吧 还得有杀而且 来藤甲九杀 对吧 没有杀呢 你不死了吗 那就那那 那就恭喜袁绍独苗获胜 哇 这厉害了 我们国战男主角还是厉害啊 一局直接 72 奖金瞬间返超 厉害厉害 恭喜恭喜 恭喜袁绍 果然还是曾经的国战最强组合啊 太终于 知道了 婶 団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